这个男孩想要上吊自杀 结果绳子断了 想着吸汽车尾气中毒身亡 又失败了 吞下一罐安眠药 再配上啤酒下肚 也不过是狂吐不停 站在水中将电箱丢进去 结果短路了 还是死不了 最后尝试被车撞 结果偏偏撞的是辆救护车 又被救火了下来 男孩名叫易玉哥 已经尝试了上千种自杀方式 却怎么都死不了 死神看了都头大 他为什么要自杀 因为在他小时候 亲眼见证父母被一架钢琴砸死 自此易玉哥越来越抑郁 每天都想去死 这不他现在站在桥上 想要跳桥自尽 就在这时 一个老头走了过来 将自己的名片递给易玉哥 说自己会让他死得更轻松 易玉哥接下名片后不想理会 将老头打发走了 随后便从桥上跳了下去 好吧他又没死成 回家后易玉哥拿出了那张名片 似乎有所回心转意 果不其然 第二天他就约上老头见了一面 老头名叫尼尔 是名职业杀手 上来就套出一本小册子 里面都是一系列的死法套餐 其中最贵的至尊无上套餐 是在面对要被车撞的小孩时 让你挺身而出 为其挡枪 自己则光荣牺牲 并且会有美丽的护士 在你尸体旁哭泣 还有一群吃瓜群众为你鼓掌 然而易玉哥的预算 连被车撞都不够给 尼尔只好给他推荐最便宜的套餐 出其不意 一枪毙命 并对其保证一周不死 全额退款 易玉哥这一听 立马爽快地签下合同 两人分别后 尼尔拿着合同回到杀手协会 登记任务 想当年 尼尔也是名叱咤风云的金牌杀手 但现在年事已高 业绩远远低于其他同事 要是他再做不好易玉哥这笔单子 就要面临被迫退休的麻烦 一切准备就绪后 尼尔守在易玉哥家外 准备行动 这时易玉哥却找了过来 他希望可以死得再晚一些 眼前的当务之急 就是先把自己写的书出版 尼尔思考片刻 便答应了他 隔天易玉哥去见出版商 洽谈作品出版问题 没聊多久 老板就爽快答应为其出版 然而一支笔掉了下去 易玉哥想要捡起 结果 看来职业杀手也有失误的时候 易玉哥发现尼尔后 拼命摇手 让对方不要那么快杀自己 但尼尔没有理会 结果刚扣下班机 此时老板助手金发妹 立马将易玉哥拉进桌底 暂时躲过一劫 尼尔见此情景 回去又要被问责了 他不得已先走一步 之后金发妹找到易玉哥 表示自己可以继续帮他出版作品 但易玉哥很快就要死去 只好跟对方道出 自己雇佣了杀手 金发妹这一听 哪里能让他去死 赶紧让易玉哥打给尼尔 取消他的死亡计划 结果刚拨通电话 一道铃声从屋内响起 尼尔居然就在自己家准备动手 得知易玉哥要取消合同 尼尔哪里能忍 要是取消了 自己可要被迫退休了啊 他怒火中烧 决定就地解决易玉哥 就这样 易玉哥带着金发妹 开始了一段逃亡之旅 瞧瞧尼尔这枪法 还不如退休算了 两男女跑进巷口 当着警察的面抢走了警车 尼尔紧随而至 刚想枪绝易玉哥 却不小心误杀了警察 真是有够搞笑 尼尔不得已停止追击 处理好警察尸体 然而面前却走来两名杀手同事 将他带回了杀手协会 刚把屁股坐下 杀手老大就严厉指责他的种种失误 就你这开枪还会手抖 还配当个杀手 赶紧给我擦干净屁股走人 但尼尔却坚决不肯 请求对方再给一次机会 老大见规矩在身 也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放他走人 然而等尼尔走后 老大却安排了另一名杀手 光头哥 让其去解决尼尔这个累赘 另一边 易玉哥来到金发妹家里避难 两人坐在壁炉旁喝着小酒 聊起了彼此的故事 金发妹慢慢地对易玉哥有所好感 在微妙的气氛下 两人开始了一段美妙的关系 隔天清晨 醒来后的两人 却发现尼尔正坐在一旁 尼尔表示 自己会在解决易玉哥后 再把金发妹一同处理 他举起手枪 就要行刑 原来是老婆打来电话 家里居然进贼了 尼尔没有办法 安慰好老婆后 只好挂断电话 继续任务 结果 原来是光头哥找了上门 他解决尼尔后 想要伪造案发现场 他将尼尔的手枪交给易玉哥 让其开枪自尽 若不照做 他就要杀死金发妹 易玉哥没有办法 只好照做 刚准备开枪自杀 结果 原来尼尔只是被射伤了耳朵 刚刚不过是在装死 然而他却再次举起手枪 想要杀死易玉哥完成任务 不然业绩完不成 自己就真的要退休了 眼见爱人就要被杀 金发妹想到了主意 既然只差一个人的业绩 那为什么不用死掉的光头哥呢 再把易玉哥交付的定金 顶替上去 你不说我不说 谁又会知道真相呢 尼尔这一听好像确实是这个道理 便答应了下来 放过这对小情侣 而他自己也终于通过了业绩考核 一段时间后 小情侣出门逛街 易玉哥转头发现 马路上有个捡球的小孩 眼见飞速行驶的汽车就要撞去 易玉哥立马冲上去推开小孩 自己却被汽车狠狠撞飞 金发妹立马冲过去 呼喊着自己的爱人 同时让路人帮忙叫救护车 而一旁的路人看着英勇的举动 也都在为这倒地的勇士鼓掌 建议易玉哥再次活了下来 还好当初没买最贵的至尊套餐 不然就亏大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一周不死 全额退款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